大家好,您爱吃煮鸡蛋吗? 我和我老伴都爱吃煮鸡蛋 我就爱吃那种糖心的煮鸡蛋 我老伴爱吃那种煮得全熟的煮鸡蛋 可是这个火候可是不好掌握 稍微过一点,那糖心就没了 或是像老伴吃的那种煮鸡蛋 全熟的,你煮的时间一长 它那个蛋清和蛋黄之间就出现那个黑圈 还有就是我们老两口都爱吃鸡蛋羹 鸡蛋羹有时候就蒸不好 要么就不熟,要么就是过火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七彩叮当的一个煮蛋器 这是全套的煮蛋神器 放在哪里都不占地方,特别的小巧 这是一个盖 里边有一个能蒸四个鸡蛋的 可以有扶手的这个蒸架 这是304不锈钢的 这个的内壁是316不锈钢的 母婴级的,非常的安全 这是一个白瓷的炖钟 可以拿它蒸鸡蛋羹 炖银耳汤,炖燕窝都可以 煮蛋神器有八个功能 可以煮温泉蛋,金沙蛋,糖心蛋,蒸蛋羹 做酸奶,慢炖,燕窝,还可以保温 还有预约的功能 你晚上预约上,早上起来 你拿起来就可以吃了 我们选一下,今天呢 我选一下咱们这个金沙蛋 咱的糖心都知道什么样 我不知道它那个金沙蛋出来效果 咱就煮一个金沙蛋15分钟 我刚才看说明书 它说加水和鸡蛋的比例是1比1 炖出来的这个鸡蛋羹口感特别好 咱们一会儿等鸡蛋煮熟了 咱就做这个鸡蛋羹 给大家看看效果怎么样 蒸两个鸡蛋 1比1的水 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 把这个泡沫给它摇出来 时间到了啊 咱把这个 煮鸡蛋给它夹出来 蒸蛋煮蛋都有水味馅的 按照它的水味馅加水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小炖中给它放进去 用功能键 选蒸蛋羹 16分钟 给大家尝尝啊 煮成金沙蛋是什么样的啊 嗯 就是全熟的蛋 嗯 非常好 这是我老伴爱吃的 嗯 以后给大家陆续的分享 糖鸡蛋 还有那叫温泉蛋啊 是什么样的 真是时间控制的 刚刚好 蛋羹也蒸好了 我们把它拿出来了 这盖还有点烫 小心 加一点松鲜鲜 再点一点香油 哎呀 看这鸡蛋羹 哎呀 太漂亮了 真的啊 尝一口 嗯 不管是煮鸡蛋 还是蒸鸡蛋羹 口感太棒了啊 关键是省心的 你不用盯着这时间 是吧 也可以说是零失败啊 做一次只能成功 大家如果也喜欢我们这个七彩叮当的这个煮蛋器啊 我把它的购买链接我就放在咱们视频下方 我也放在橱窗里方便大家购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 好